大家好,我是副產科黃桃醫生 今天很開心可以在Pregnant Mama 跟大家分享一下懷孕的問題 很多人都喝咖啡 有些媽媽健康的,其實她都有問這個問題 她不喝咖啡其實很辛苦 因為上了人,有點頭痛 其實她可以喝,但有一個份量的限制 如果以研究數據,如果喝得太多咖啡 其實會增加流產的風險 大概,如果你說standard 我們普通一個小的咖啡杯,兩杯 一人沒有多過這個份量 就影響嬰兒的機會比較少 當你增加那個份量,其實她會增加 剛才說的,流產、早產 和嬰兒的生長會小顆 這些情況 其實咖啡和煙,酒那些都是的 如果醫生的角度都是說,盡量喝少一點 如果她不是說去到必須要喝的 其實久不久那一杯,應該就對嬰兒沒有影響 華人後期一點發生的 如果華人來說,糖尿和圈牙膏是最常見的 如果華人來說,特別是高齡殘腐 如果我們再分開看,譬如糖尿病的媽媽 其實有些跡象你會看得到的